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感謝您鎖定LINE Today 以及SSUTV 一起來欣賞 114年度UBA大專籃球連賽 今天是11月28號 禮拜天的下午2點鐘 我們將從這一刻開始 一連送上四場非常精彩的賽事 在今年回到公開一集的情況之下 能夠一口氣就來到八強 好 我們看了 萬能科大現在先發球員 2號張傑偉 9號的陳奎恩 18號的蓋比 43號的高偉輪 23號的奧斯曼 這是在萬能科大的先發五人 那另外來看到文化大學部分 包括楊保羅 錢力傑 楊皓偉 楊張宥辰 以及中鋒9樓 找到出來 在罰球線附近的中距離有 這一個落側邊的雙檔出來 一樣往中路切 集停之後出手遊 我們看到萬能科大今天亮 但是你在三分清外面的出手的機會 是比較少 所以變成在重複這一塊的話 如果有好的發揮 第一位 這個場均的得分超過兩位數 不過我們來看萬能科大 漂亮的快攻 對 像看到這個楊張宥辰 我覺得可能 羅希長這樣一點會比較不滿意 對 郭九龍抓到了進攻籃板 再補進兩分 熊椒煙這一次沒有接獲傳球 張傑瑋要不要秀一下 結果是一次三分打的機會 投籃拿到四分 來嘗試這一次的三分球有了 好 這一顆文化大學就是 好 熊椒煙 來看看這一次的三分線 有 哇 熊椒煙在這個 雙方可能都有各自一次的進攻機會 好 九龍要自己打進去 精英的finish 他完成了 浩呆 不好他就表演給你看 對 最後拆炸彈 八千屁蛋 有 雙方在第一節最後的一波進攻 都把握住了 這邊被撥掉之後 來看看 李承宏 打洋將 And won 對 我們看到李承宏 這一顆的上得非常有技 好 來看 九龍 兩位 三位位急身在籃底下對抗 九龍一打二吃掉了 塞給狀況最後的九龍 他又投進了 現在九龍已經拉下十二分 不過還是遭到火鍋的風阻啊 剛剛 蓋火鍋的謝謝梓偉 來看看蓋比 總算是拿到今天第一個Fill Go 當然 並沒有成功 張傑偉也來得很快 踩歐洲步之後 彈了兩下去 讚啊 好 李承宏 在時間到底的情況之下 投進了三分球 從哲言 用左手勾射進 換人把速度帶得很快 二打一 選擇傳球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漂亮的兩人配合 哇那可能萬能來得很快 這個中距離有 這一波 打得非常的合理 雖然說 呃 九龍今年的 今天的表現是非常的不錯 但是你還是要做你擅長的事 哇 今天的 在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是說 你切入進去之後 你太想要去賴這個犯規的時候 反而就會造成這樣子不進 對於萬能來說非常可惜 哇 九龍來了 來看看這一次的finish 他又完成了 好 張結尾 掌摸到 但是這個時間繼續走 來看看這一次的左手放進去了 熊哲言 在今天有一次的三分球 這一次也投進了 哇熊自己的心情都打沒了 那其實接下來下半場也很難打 哇 九龍又要轉 左轉右轉 九環十八拐 還是把這一球給轉進去 江中除了要小心熊哲言 現在投籃這一位射手之外 第二個就是要嚴防 九龍在籃底下的一根 今天是這個萬能科大的失蹤名單 不過好在還是有張結尾 想要再給文化大學外圍的射手 多一點的壓力 是 這一波萬能來得很快 曉偉今天已經投進了兩季三分球 九龍再來底下 再對手 這三個這一條線其實 有出現了一些溝通上的問題 是 李晨宏今天的三分線DIS 三頭三中 好來看這一次蓋比換左手 快進 會造成失誤 第二個 當你接到球的時候 空檔也一定早就沒了 是 這一邊 我們看 拿到了進攻籃板 不過沒有保護住 現在給張結尾 還是他最穩當 現在非常的出色 好傳到外圍 這一次的三分線長勝去 對 場的時候也應該要跳出來 因為上半場在李晨宏精采的表現之下 但是張結尾馬上把 鏡頭給拉回來 再給李晨宏 看看這一次的嘗試有了 剛剛miss掉一球 好 這一邊 球花大學 快揚張又城開張之後 時間去適應一下比賽的節奏 對 好 這一邊靠在九龍的身上 直接切入 而且 這是一次三分打的機會 依舊是畫裡千 陳奎恩 自己又來 這兩波的進攻 陳奎恩沒機會 再給張結尾 直接進攻籃底下 張結尾 今天的切入啊 字節的第一波進攻 蓋比賽 來看這一次的外線有了 如果 再給李晨宏自己切 這球可惜 他進攻籃本 這裡才是他吃飯的地方 蓋比 這個單腳起跳進 剩下最後的七秒 自己打掉嗎 沒有 傳給籃底下一箭 川芯 這是一次漂亮的助攻 得分的是李家俊 結尾 在今天的三分線之前四投零中 全場的一個推動啊 包括這個半場的一個系統來講 他都做得非常地稱職啊 對 這一邊 文化大板球 張結尾來得很快 又是二打二的機會 自己請蓋比補進的這兩分 剩下最後的五秒 陳奎恩 這一個上籠 萬能科到這一波的進攻太無情了 看破壞能不能掌握這一波的機會 曲姐妹替博恩 蓋比雖然今天得分沒有來到雙位數 但是剛剛的防守價值連城 結果這一邊 雪上加霜再送給 這來一座包抄啊 這一邊 萬能科大得理不饒人啊 這邊一個漂亮的小組搭配呢 場邊不得不喊出暫停 整個今天的兵功力是不佳的 那我們怎麼樣 讓他不要有這樣的轉換回合的機會 把他的性命打出來之後 這就是 在分岔上面 有機會 拉出四連勝的一個高峰 但是文化大學說 時間 補兵也沒有仔細 但是 在跌跌撞撞當中呢 還是由萬能科大的上籃 他眼睛為之一亮 尤其在第四節 我們看到這個分差27比9啊 完全擊虧了文化大學 所以對文化大學來說 比較可惜 打了三節的好球 但是沒有辦法在第四節守成 好球 是 對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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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文化大學